维安特勤对强力攻坚压制架设甲投资网站的无信工程师 刑事局8月破获一起黑帮经营甲投资诈欺激房案时 循现溯源掌握由广告商、激房系统商及架设网站工程师涉入 因此组成专案小组追查并透过台美跨国合作 顺利逮捕具体5名嫌犯道案 从广告面还有系统面去彻底的去溯源 我们在友军单位的合作之下 也在新北地点署的指挥侦办之下 经过数个月的侦办 那很顺利在今年的2月跟12月 有进行了两波的行动 那顺利的逮捕了系统广告商、系统商 还有工程师等5名犯贤 其中广告公司任职的料性嫌犯 受诈骗集团委托 以企业账号投放 让这些假投资假真彩广告 能快速通过脸书的审查 并增加触及率 以骗取更多被害人点阅 他使用公司的企业账号 在脸书投放广告 那这个企业账号因为 他们本身公司就是做广告的 所以他跟脸书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 他可以加速通过脸书的一个反诈骗的审查 然后一次投放大量的金额 我们一般人可能一次投放金额可能300元 但是企业的账号 他投放的金额可以达到5000元 那大幅的去增加了这个广告的受众 那使不特定的多数被害人 不特定的多数民众受电 机房系统商鸿信嫌犯 则与架设网站的无信工程师合作 由鸿信嫌犯开发诈骗话术 交由无信嫌犯架设假投资网站平台 再向诈骗集团机房兜售 以每个月数十万元为代价出租 到目前为止 已经注册了300多万笔 假投资假网拍网站 提供多个诈骗机房使用 那他们的金额是 每一个机房每一个网页 他每个月月注费就是二十万元 然后他会交给这个红闲 然后再有红闲去跟这个无信的工程师 去做瓜分无法所得的这个动作 那只要说这个 那这个无闲他还要另外还要负责 就是维护网页的部分 那因为如果民众去报案 那165封锁之后 他会立刻改网站 立刻改网站 使这个网站持续的去做诈骗的动作 不明嫌犯已经依刑法加重诈骑罪 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移送地检署付序 其中机房系统商 红信嫌犯及无信工程师两人 裁定羁押禁件 刑事局表示将从源头 彻底斩断诈骗集团工具链 不容许各种诈骑犯罪 危害社会治安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